放屏幕 在这图SE里面 SUN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具体的类 提供了一系列的炸包 那些类都装在炸包里面 最著名的是RT.炸 还记得吧 那么在这图SE里面 或者叫在JavaEE里面 在JavaEE里面 SUN就再也不提供给你那些个具体的炸包了 我说过 它定义的就是一系列的标准 是吧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PI文档能够看得出来 OK 关于SERVLIT的一系列的标准的接口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哪个包里面 JavaXSERVLIT JavaXSERVLIT.http OK 在JavaXSERVLIT这个包里面 还有以及它的一系列的子包里面 包括JavaXSERVLIT的HTB JavaXSERVLIT的JSP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OK 那么 这些东西就是将来我们编程的时候 要应用的这样的一个API的文档 这些东西是我们编程的时候所参考的这些标准 那话我说回来了 他如果不给你任何的开发包 不给你任何的开发的类库 你去哪找那些类呢 能理解的意思吧 你去哪找那些个 我将来要用到的那些SERVLIT的那些类呢 我们说过 SERVLIT就定义了一系列的标准 然后 谁实现了这些个标准 咱们就可以用谁的 就好像JDBC一样 谁要实现了JDBC的标准 我们就可以用谁的那个开发包 我可以用Oracle的 也可以用Mancical的 那么我问大家一句 你说SERVLIT的这些标准 是给谁实现的呢 那一定是Tomcat实现了 是吧 好了 Tomcat实现了这些个标准 它的那些个类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告诉大家 在这里 它在Tomcat 找到另外一幕录 那么它在Tomcat Common里边 Library 然后其中有一个 叫SERVLIT API 看到了吧 这些个是它符合 那个API标准的 一系列的 这个SERVLIT的具体的实现 那么你可以自己打开来 试着尝试解压文件 能够看到里面的具体的类 看看它是不是和我们的API文档 是一对应的 我们打开来看一眼 不是说真正的把它抵押开 而是看一眼它里面的实现 是不是和我们的文档 是一对应的 好吧 JavaX Solid 这个一对应 对不对 里面还有紫包 HTTP 然后我们看看 看我们这个API文档 JavaX Solid 下面呢 有一个 叫做SERVLIT Config 的这样一个接口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看它有吗 看到了吧 是不是啊 SERVLIT Config 这里呢 SERVLIT SERVLIT Context 等等 这些 所有的东西都有 OK 所以 其实这个榨高 就是对这个API文档的实现 能列的意思吧 那么大家你想一下 你现在要写一个SERVLIT 我刚才说过了 你要实现某个接口 你当然必须得拥有 这个接口的class文件 你才能去实现它 可是现在这class文件在哪呢 是不是在一个单独的榨高里面啊 那么你像在这个项目里面 想用它的话 怎么办 怎么办呀 引入 是不是 所以待会就明白了 哦 我首先第一步我要做的是 Build Path At External Archives 找到那个榨包 地盘Share SERVLIT GSP Soft Aparti Tomcat Common Library 里面的SERVLIT API点榨 首先把这个加进来 知道吗 接下来下一步 下一步是你要写一个SERVLIT的 行了 我就写一个 NEO NEO一新的class class的名字 Hello World SERVLIT Finish 接下来 在这个Hello World SERVLIT里面 我们要让它从谁谁谁继承或者是去实现某个接口 那么到底是从谁继承或者实现哪个接口呢 先不着急 你首先动手 把API文档考到你机翼上挤压开 另外 自己能把这项目建起来 先把这个SERVLIT API点榨的文件找着 想明白为什么要找它 然后把它引入进来 待会咱们再继续写这SERVLIT 这SERVLIT不是很好写